女子發現一名男子死亡 在女孩自動販賣機前 經過警方調查 發現該名男子是一名 變態跟中華 那個女生是自動販賣機的主人嗎 我有沒有想到那個跟中華 那跟我一樣 很愛猜小便宜 去看一下 欸有人應該忘了拿我 我就會拿起來 我來我來我來 一 啊 我都好變態喔 大家好我們是三個馬瓜 我是小兵 我是芬仔 我是陸葵 今天我們要進行的是 柯南海龜湯第五集 那今天一樣由Jacky擔任關主 從柯南的劇情裡面 改變成海龜湯的題目給我們玩 到底我們誰會是名偵探呢 就立刻開始囉 開始囉 第一題 一名偶像團體的歌手 與A男演員定昆 在訂婚派對上 被發現 老婆在女士昏迷不醒 現場血跡斑斑 經紀人一看到他便立刻抱起歌手送意 請還原事情真相 蛤就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 很快很少耶 就這樣喔 A 我剛才有一段時間在放空耶 我有 這有A代表有B囉 有B嗎 沒有 好好期盼 什麼遊戲 IDOL有死掉嗎 沒有 沒有 這一個案件裡面有出死人嗎 沒有 他一開始是說是偶像團體喔 所以感覺有什麼團員喔 這故事中有沒有其他的團員 有 團員試圖殺害他 是 喔 那那個團員愛A男喔 對 他是為了 情 想要殺害偶像團體的歌手 對 你們解除兇手為什麼想要行這個動機了 還有兩個地方要解 一個是 兇手怎麼做的 歌手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歌手那邊還有不是 歌手橫刀奪愛嗎 不是 歌手愛A男嗎 不愛 不愛 所以歌手是為了名氣跟A男想要在一起 其中一個部分是 那還有另外一個 為了錢 不是 歌手很討厭那個團員 所以他就故意想要跟A男在一起惹他生氣 不是 歌手想要單飛喔 不是 那A男真的有喜歡那個歌手嗎 沒有 蛤 那那個歌手喜歡那個經紀人嗎 好狗血喔 答對了 蛤 所以那個歌手是為了 讓經紀人生氣之類 好幼稚喔 好幼稚喔 他怎麼做到 對啊怎麼做到 倒臥在那個 浴室裡喔 浴室 翻翻喔 他那時候是真的怎麼說 他流鼻血噴鼻血 那個歌手懷孕喔 喔不是 我以為是欸 想說是不是流產 對啊那會一堆血 那那個血真的是他自己的血嗎 對 那那個歌手有外傷嗎 有 他的外傷在哪裡重要嗎 我覺得是一個方向 會想得到 頭 四肢 身體 等一下身體 屁股 聽到 哈哈 上面 胸部 牙齒 痕一點 脖子 欸 看 蛤 用雷的 要用吸引雷 可是他的指甲很長可以接 沒有有可能欸 蛤 蛤 好高血喔 他把他留得很長 然後把他摸的肩 然後在女士的時候就開他的摸 蛤 他為了不要留下證據 所以他就把他指甲咬斷 然後把指甲丟到水溝 現在有一個偶像團體 偶像團體中的歌手呢 因為他愛戀經紀人 所以呢 他就想要 利用跟A男演員訂婚的消息 惹經紀人生氣吃醋 通團體的團員 有一個其實 喜歡著A男演員 所以非常的嫉妒他 他就把他的指甲 留得好長好長 在廁所的時候 用他的指甲 把他 然後呢 經紀人就公主抱這個歌手 還活著的 去了醫院 然後那個歌手有原諒他 因為他理解他 就是他割他脖子的時候 想到以前的情侶 之類 所以他就沒有下重手 是一個蠻純情的故事 難得沒死人 喔 第二題 一群人參加通往神像的 纜車開幕儀式 社長與民眾一同 拉承纜車關落 在通過神像時 纜車突然停電 等到電力恢復後 卻發現社長不見了 並且在 纜車持續運行後 看見 社長的屍體在 神像的手掌心上 會發生了什麼事 不是你 你不是你不是 就是那社長在停電的時候 兇手把社長就是沿著纜車 咻咻到神像手上 是他的社員殺了他嗎 是 兇手有在纜車上嗎 不是 兇手是操作纜車的人 不是 兇手不在車裡 不應該在車裡 不應該在車裡 社長是 他在上纜車前就已經先死了 蛤 他是在停電的時候死的嗎 蛤 他在纜車上停電前死的 蛤 他在神像的手上才死的 我來我來 蛤 什麼東西 他就是一停電 然後兇手 他跟社長同一個纜車啊 他就從纜車上面 掉下去掉到神像手上 他就死了 其實你不聽欸 停電的時候有另外一個纜車過來 把他接走 社長是從纜車的上面被拖走的嗎 不是 纜車的門 不是 纜車的下面 蛤 你剛剛說的那句話不錯嗎 喔我懂你的意思 不是拖走 不是拖走 那個社員要跟他講說 社長 我跟你講一個很好 很好的視野的地方 他就帶他去那個窗戶附近 然後趁停電的時候 還是社長是自己跳出去的 蛤 蛤 社長想自殺喔 停電是社長自己用的嗎 停電是社長自己用的 然後社長本來就打算在停電的時候 跳到手掌上 社長想要變成活神 不是 我說他想要變活神 他們有一點 有點憂鬱 有一點憂鬱 他覺得這樣可以增加 票房 蛤 他是為了有那種 展現神機的感覺 喔難怪會說活神 所以為什麼他那個 會死掉 因為是他的員工覺得他這樣 對神不尊敬 所以他員工也是一起跳到那個上面 他是埋伏吧 那時候兇手是員工的 所以他本來就是要社長 所以有什麼員工要殺 是為了利益而殺人嗎 是 是情殺嗎 是情殺嗎 是為了家人 是為了家人 所以他的家人 是建造神像的人喔 對 喔 因為他的家人 在建造神像的時候死掉了喔 蛤 沒錯 喔 哇 來那個再親大便的還原一下好了 一定很好笑 來 有一個公司嘛 他就是那個神像 要開幕 他們搭纜車前往開幕現場 社長也在其中 然後呢 突然纜車停電了 社長這時候 因為他想要神經曝光度 讓他想要看這個蛇像 他就跳到那個神像的手掌上 但是呢 因為社員啊 因為他們家是建造神像的 然後他家人因為在 建造神像的過程中死掉了 所以呢 他要復仇 所以他就殺了那個社長 所以他就殺了那個社長 第三題 一群人受邀參加攝影大賽頒獎 獲得冠軍的是A先生 他拍攝的火災現場到店 獲得了許多人的讚賞 頒獎點以後 A先生與記者B先生發生了爭取 結果隔天 B記者就發現 墜樓而死 請問發生了什麼事 憲哥太簡單了 火災是A先生蓄意縱火啊 記者發現這件事情啊 哇 他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讓這個證人給死掉 他就把他 記者殺啦 其實事情的還原呢 就是 因為有這場摄影大賽 那A先生可能非常的想要得獎 所以呢 他就真的蓄意去縱火 當然他可以拍到最好的照片 然後他就已經蓄意了嘛 結果沒想到記者B先生就發現了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發生了爭取 那A就覺得 我一定要把這個人 滅 滅口 然後B就 看你的屏幕啊 他怎麼跳樓的 是嗎 那A先生就說 然後就跟那個B記者約 約 約頂樓啊 就說好啦 他們要 他要坦承一些事情啊 給 信用 你就是 製造了一個原因 所以B記者 他又去製造一次火災 然後B記者就想說 我要去看一下是在哪裡 然後他就到頂樓去 然後B記 然後他就趕快把他推下去 然後大家 他是不是又製造了一次火災啊 對啊 要逃生 所以他就跳出去 然後死掉 他為什麼還要用火災 因為他又可以再拍一次照片啊 這個 這個其實不錯耶 他為了要明年的獎 所以他決定要再一次火災 然後他順便把B記者引到火災現場 一起把他殺掉 然後就在放火的時候 B記者沒有地方逃 他就跳出去死掉了 高張耶 下一題 一名女子發現一名男子死亡 在一台自動販賣機前 經過警方調查 他發現剛才女子是一名變態跟蹤狂 請還原事情登下 蛤 所以那個女生是兇手嗎 是 那個女生是自動販賣機的主人嗎 那個女生 他用男生是變態跟蹤狂 這件事情 攻擊他 算是 那個男生 他其實不是變態跟蹤狂 對不對 他是變態跟蹤狂 可是他沒有變態跟蹤那個女生 是 蛤 他有變態跟蹤這個女生 是 所以他是正當防衛攻擊他 正當防衛嗎 他是蓄意殺人嗎 是 他們原本認識嗎 不認識 是 女生沒什麼錢 他想要殺人進去吃老飯 他有心理疾病嗎 沒有 他有身體上的病 沒有 是不是那個女生 他要去 去見小三 或是見一個 喔 等要被那個 變態跟蹤狂 看到那個現場了 還有 差點目擊證 蛤 不是 我以為我要對 我以為 我覺得很合理耶 很合理耶 女生殺男生的放棄很自慢 蛤 因為他跟蹤他 北宋就殺了他 蛤 只是這樣喔 我們猜那麼久 你現在想男生你怎麼說 男生有外傷嗎 男生沒有外傷 中毒嗎 是 他是喝了某個飲料吧 對 飲料是那個變態跟蹤狂 自己投的 要喝的嗎 還是女生給他的 差一點 不是 還真的是啊 給你們一個提示 他們之間沒有接觸到 他們不是在無敵或是 女生其實 準備了一模一樣的 樣子的飲料 裡面已經下毒了 投一模一樣的飲料 把那個正常的拿走 把那個有毒的放在裡面 然後因為那個跟蹤狂 都會去那邊投那個飲料 他就拿錯了 所以這方面就錯了 蛤 我有沒有想到那個跟蹤狂 那跟我一樣 很愛參小瓶 去看一下 欸 有人也要我要拿好 我就會拿起來 你們那個用法的確可以 可是 你要路人過去的房間 找到 那他殺到路人 不就 量到 咦 喝 那是那個女生喝過的飲料啊 因為他很變態啊 他都要喝 他喝過的啊 他都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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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變態喔 他準備了一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先投了正常下來 然後他幹嘛 他先喝啊 然後呢 他假裝把他放在 那個裡面 放有毒的那一瓶 所以還是一樣放在虛無口 對 那 其實差不多啦 我今天就在放旁邊而已 烤了那瓶飲料 然後 大家知道那個變態跟蹤狂 已經在後面 所以他就無力講到 那種的東西 然後呢 他就偷偷把 然後放到他們現在 把有毒再拿出來 假設好像 沒喝完 放在桶裡面 他就手 炸了 看不到就很難了 嗚喔 這是他喝過的飲料 我可以這樣喝 嗚喔 哈哈 那你最算還不會唱 其實這一題科男裡面啊 雖然看起來 那個女神打這個情況 但其實在故事的最後 那個變態跟蹤狂 已經變態到 他有準備一些兇器 要去綁架那個女神 所以他其實是 未雨綢繆的概念 對 其實女神誤打誤撞 先把他殺了 不然 女神給女神就被綁架了 這是一個有點複雜的 難過的故事 不然如果他真的被綁架了 不是更衰 我覺得說不定他入獄 是最好的選擇 對啊 因為他如果被侵犯 或是被性虐待 這怎麼生活上 遇到這種事情 噢我的天啊 還以為是他目擊到 女神在進行什麼秘密交易 剛剛那個巴貝也不錯 對啊 可以寫信給柯南的編劇 好 辛苦 謝謝 謝謝 海龜湯真的是一款 很適合 跟朋友一起玩的遊戲 可是呢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沒有辦法聚在一起 這時候應該要怎麼辦呢 下載WePlay 對 這時候就推薦大家 下載WePlay 對 那除了海龜湯這款遊戲之外呢 WePlay App裡面還有很多 簡單有趣的聚會遊戲 例如說 狼人殺 你換我猜 嗨哥搶剷 還有一二三不同人 那我要趕快來 我也要下載 一起在WePlay世界跟我們玩吧 或者和朋友一起在家裡玩 那TUNA還有哪些急速師 而被改變成海龜湯的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推薦我們喔 喜歡我們的小孩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 分享給他小鈴鐺喔 定音樂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可是現在不是要猜什麼 現在是要猜動機 喔動機 為什麼 啊要尿了 動機跟販賣機沒有關係吧 有關係它都有個機 啊 大便了 阿比大便了 啊他拉肚子的啊 好賽 有個機關的啊 辛苦了辛苦阿比了 那你們最想要 按讚訂閱付小鈴鐺 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謝謝說謝謝 說謝謝 那我現在想看那個WePlay啊 啊忘了欸 喔對啊 重錄重錄 了嗎